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24年了 离婚多少年啊 离婚有两年 离婚有两年 谁提的离婚呢 是我提出来的离婚 现在您又要复婚 是这意思吗 对 您想复婚吗 不想复婚 不想复婚 那你来这儿是 你再来调解一下 再问问吧 24年离婚两年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 女儿24了 儿子20岁了 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 就是我一个女的吧 什么女的 她的暗恋 没有了事实的说法 啥意思 那你来给解释解释 只是我们有那个 微信上的那个聊天 他来说 我跟他有什么来往 您在微信里有一个异性朋友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被您给发现了 对 那朋友认识多久啊 应该是在神职那边 打工认识了吧 一个场合 20多年前的一个朋友 还在我结婚之前 前女友 对我可以这样说 但是对他不是的 哦 这这这次听明白了 妻子发现了丈夫 在结婚前 20多年前的一个暗恋对象 他还跟他保持联系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一直在保持联系 这是最近这两年 不到他那个消息了 哦 才有了他的消息 对对对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家里嘛 一直都有那个女的照片 跟那个时候嘛 应该是跟他们一起进场嘛 那个时候拍的照片嘛 我就一直以为是他的朋友 我是最后听他自己讲的死话啊 这个 跟他分手的时候 把他那个老家 那个弟子给了他 两年前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 他就开车去找了他们 就这样跟他们又联系上了 刚刚开始我还不知道 我还以为真的是他的朋友 他都把他的微信加起来 本来我们两个都是朋友 什么东西的事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讲呢 你讲的话 讲不明白 这个是不是 小奇 听明白了 两年前女士发现 自己的先生 跟二十多年前 暗恋的一个女孩子 再一次的取得了联系 于是故事开始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是 当您发现 他一直跟那个女的联系之后 您做了一些什么呢 就马上提出离婚吗 没有 我刚刚开始 我没有出生 装作不知道 那个时候 就想到小孩子还在读书吧 我就说 看他的表现 他不来往的 我就不提出来跟他离婚 本来就没来往 聊个微信有什么来往 那为什么你 你每次跟他聊天 每次都背着我聊天的 你跟他两个聊天 为什么不 让我看一眼 我就有那么 不讲道理吗 就是 为了不让你误会 谁才不知道你知道 是不是 如果让你知道 还要误会了 我也说也说不清楚了 你们说聊些什么 聊得密切吗 不什么密切 都是随便聊一下 然后这个信息您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然后您做了什么呢 他就给我大嫂大老的 三天一小小 五天一大嫂 就说我跟那个女的 有什么不清不白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不让你知道是为了我们家的平静 知道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您就生活在痛苦的怀疑当中是吧 是啊 就我知道这个事情过后 我我的心真的没有平静过 就想到这个家庭肯定要出问题 啊然后呢 我就毕竟想到我们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吧 反正能忍着就忍一下 你忍了吗 你忍了没有吗 我没有忍吗 我还怎么跟你说 叫你不要跟他联系 你当时我都没把他微信拴了 没有过多久你又把他加起来 你为什么 但是加起来我是有其他的事情嘛 那你就跟我讲清楚啊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讲呢 你知道 那我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啊 二十几年前的朋友 你现在本来就是那个一性朋友 你现在呢 如果说无缘无奈把他说清楚 就说不清楚了 你刚才好像越描越黑了 是不是 这个都不算好一点 啊然后呢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 这么一点小事 他搞这个很大的市场 那他在那个阶段 有没有类似于说 管您的钱啊 管您的出行啊 就类似于这种有吗 最后那个钱占掉了那个卡 全部给他 不管是接了先进 也是他在管 包括我去跑车的时候 不管是用了那个微信嘛 就是用了他的二位嘛 哦 就财务是在他手里 对对 扫二嘛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收的钱 收的钱 我都不知道 搞得我很很恼火 管您的钱 出门管嘛 基本上我要走哪里 他也要问清楚 你要去哪里 跟什么人 那个在一起 他是跑弟弟的嘛 有一天他那个手机忘了嘛 起床我就看到他手机 看到那个女的又把他夹起来 还叫了一身什么亲爱的 当时我都真的很急 所以他都回来拿了 他看着我 在看他手机 现在说亲 其实很正常 到底是亲还是亲爱 亲 不是亲的 亲 那在你心里面就说是婆婆朋友 是不是啊 在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 哎呀 五雷虎虑啊 你想想二十多年前的话 其实那时候 关系也不是一般的了 对吧 听明白了就是 先让你不联系 你答应删了又加上了 结果被妻子发现了 是吧 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是吧 然后呢 我就说跟他离婚吧 我说不离也要离了 我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反正只要你 把那个离婚协议书签了 都可以了 反正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走人 我不管你了 我不跟你过了 是啊 然后离了没 离了 开始的时候我不想你 我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劝 他也不听 包括女儿他们来了 我说 你觉得不是我向你分 是你妈呀你分 我是被 是那个那个被动的 也就是说从 三天一大潮 五天一小潮 发展到管钱 是吧 从管钱再发展到跟着 到最后的高潮市 发现了 删除的微信 又加了回来 于是您提出离婚了 是吧 然后您找了很多亲戚朋友 劝 没劝回来 没有 房子给谁了 他那个时候急促的条件说 他什么都不要 他走人 他精神出户了 对对 钱什么房子都在您这 对 这是为什么呢 您的逻辑 是他犯错误了 是他犯的错误啊 但是我受不了这个日子 只有这么选择 这口气焰不下去啊 我什么都不要 是这意思吧 是啊 对 那怎么就想着要复婚呢 这两年我跟我女儿住在一起嘛 就带 有时候带一下我外孙嘛 时间久了 也不怎么方便那种嘛 就是跟他们年轻人住在一起 我就说我想着可以找他 我跟你说 你那不是说不怎么方便 觉得我还是好 是吧 我会忍让你 迁就你 你要不想复婚 你别说话 但是他说了 我觉得觉得他在撒谎嘛 什么什么不方便 你听人先撒谎谎嘛 哎呀 真是 您接着说 我就说看来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有没有在一起啊 没有 我说没有在一起的话 我就回来给他说嘛 我说我们还是不婚吧 这两年多 您经常回过去的家查看一下是吧 没有 但是我经过我的朋友打听过 也就是说这两年多 其实您还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是吧 对 通过这两年多的观察 发现他们俩是确实没事是吧 对 所以您要复婚了 是这意思吧 复不复 不复 为啥 为啥呀 一旦复发来怕他就病复发了 我又又又 啥就病复发了 你们不是没事了吗 他口里说没事 但是谁知道 那你到底有事没事啊 本来没事 本来没事就现在有事咯 我就是害怕 你别害怕 你这两年有没有新的感情啊 没有 那跟那个 我都没想到 我伍不复 我会以后 那是 你 我伍不不复 那就 你 不要 我伍不复 你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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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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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通常男人的表现是前三天很爽 后三天想他 那是一种习惯 那已经爱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去 但你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没多么爱 我就不要复婚 现在不要复婚 复婚未必对你好 再多了解了解吧 多想清楚一点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没有办法去说 离婚到底是因为 情绪管理不好 还是因为先生就真的 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这都是过去 没有办法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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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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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如果不是嘉宾自己站在这里讲述 可能你都觉得这像一场荒唐的闹剧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就上演了 那我们用很理性的角度来推论和推定的话 确实是二十多年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要不然不可能 因为几个简单的微信 或者二十多年前暗恋一个对象的出现 而导致一段婚姻产生破裂 这就是生活嘛 来 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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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